老实这段日子也是忙得脚不沾地 一边记挂着西藏的消息 一边咬牙切齿的命人大张旗鼓的通知 澳门总督派代表进京 如今西班牙人也在京里 老实打算和这两家谈建交 偏偏将英国人晾在一边 至于康熙批不批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先将英国人气得吐血才说 还给广州海关衙门下达了命令 随便折腾英国商船出了事他兜着 既然要谈 老实自然也得做许多的功课了 连N年前和沙俄签的条约都给翻出来了 美其名曰 借鉴借鉴外交到底怎么搞 而九二哥也没能幸免 英国人不是说通商吗 老实将这一部分扔给了九二哥 九二哥这事你在行 你帮我订定章程 我去兵部探的消息 说完拍了拍屁股 跑到兵部和十四打嘴仗去了 气得九二哥直喘着粗气 想不管吧 又怕老实在洋人那里吃亏 只好加班加点的熬夜写文案 而老实呢 虽然很忙碌 但是却懂得劳逸结合 虽然下班稍微晚了一些 但回家绝对不说正经事 只是给齐木格续道 他又想了什么法子 恶心英国人 又怎么呛得十四 哑口无言了 心情很是畅快 今儿见齐木格 抢了他的话匣子 眉飞色舞的 说康熙冲着他笑 老实突然感觉到有些心酸 这些年来啊 齐木格大概也和自己一样 想得到认同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 齐木格除了忙碌的 在紫禁城和家中来回穿梭着 倒也没什么烦心事 因为太后病重 选秀之事 宫中便没人提及 蒙古人都巴巴的递去了折子 要求天天在慈宁宫外 给太后磕头祈福 没再来烦齐木格 而孩子们呢 也挺听话的 洪轩虽然也和老师一样 找准了一切机会 去和在兵部帮忙的 洪春套近乎 但却没什么出格的举动 虽然洪历被先生 告到了康熙处 这家伙在上书房 威胁先生 罢奖论语 改讲孙子兵法 否则呢 就率领学生罢课 但康熙也没有发雷霆怒火 只是叫老师 回家好好的教育 老师没有训洪历 而是将洪生和洪峰 说了一顿 你们怎么看着弟弟的 齐木格一瞧 哪能这样啊 洪生和洪峰 难道还能守护洪历 一辈子不成吗 赶紧将老师给赶走了 不过 齐木格也没有训洪历 只是问道 府里的先生不是在给你说 孙子兵法了吗 你怎么还在上书房闹啊 洪历说道 可是其他人不懂啊 你是元帅 你比他们懂得多 是正常啊 二哥三哥 他们也听 府里先生讲了 齐木格没有出声 洪峰就说 二哥是军师 应该比元帅懂得多 要不怎么出主意啊 洪历点了点头 三哥 你是右前锋 洪峰气道 我是你三哥 比你懂得多怎么了 洪历做了个鬼脸 不就是我多了句嘴吗 三哥 你生什么气啊 原来 洪历要求上书房的先生 改教内容 获得了洪深和洪峰的同意 只是在和老师交涉的时候 洪历自作主张加了一句 威胁要领导学生们罢课 打了洪深和洪峰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康熙没有小题大做 老师没有背上个教字不言的罪名 所以 齐木格也就只是老生常谈了几句 不外乎就是要红利遵守纪律 专心听讲云云 所以 总的来说 齐木格的心情还算是舒畅的 血压也在正常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可是不想没两天 久附近就在慈宁宫的院子里 拉着齐木格的手 含蓄地告诉齐木格 三胞胎好像不注意 搞好同学团结 于是在宫里照顾太后 累了一天的齐木格 回府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三胞胎叫到跟前 问他们是不是和九二哥家的小孩 闹矛盾了 三胞胎齐齐地摇头 然后在洪深的叙述下 齐木格总算是了解了原位 原来 太后这一生病啊 皇孙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也不敢展开课外的活动了 万一康熙发神经 给他们灌一个不孝的罪名 这辈子可就毁了 所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拿出了纸张 自发的抄金给太后欺负 虽然齐木格认为肯定是大人在背后教的 但是好歹做足了面子工程 但是如此一来 红利成立的儿童团就成了众矢之地的了 借保卫国家的名号 一到课间休息的时候 便在院子里疯闹起来 美其名曰 实战演习啊 都是一群小孩 大一些的还能控制住自己 小一点的心里早就痒痒了 因此 九二个家的四个小孩拉上红正 乾隆很是有耐力 心无旁骛的 埋头抄写着书经 好像和太后感情特别深 红皱便主动地向组织靠拢 要求加入 红身代表全体成员 对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小家伙们的脸上 笑容还没有散去呢 就被红利给气着了 因为他是征兮大元帅 每个人分工由他负责 这小子竟然让他 最亲爱的九伯的儿子 领着半毒去扮演叛军 新成员自然是不干了 我们不来 你们的叛军全都是半毒 凭什么我们一来 就给叛军冲写呢 堂堂的皇孙 是可杀不可辱 红利也振振有词 说他要演练 以少胜多 还要拿出元帅的派头 说什么军令如山倒 下级只能领命 不能质疑 不过最后一句 还是彰显了小孩子的脾气 你们不乐意 就不带你们玩了 于是 红盛和红丰 还没来得及相劝呢 九二哥家的四个小子 和红周 就很有骨气的 甩了甩袖子 扬长而去了 可是一回去后 没两天 这几个人就后悔了 当叛军 也好过时时写字不是 可是皇军 也是要脸的呀 实在拉不下脸 再去打申请 而三胞胎 也没有主动向他们示好 这烦闷之下 回府后 言语中便对三胞胎 很是不满 不想被九父亲听到了 了解了情况之后 九父亲也觉着 三胞胎 有些不知轻重了 皇孙 怎么能去当叛军呢 便找齐木格告状 齐木格问了情况之后 便通知红礼 明天主动 给那五个小屁孩 发品书 反正又不用发响淫 在正规大军里 想安多少职位 都没有问题 红礼也很不情愿 说是好不容易 遇到了几个后来的 不该安置到叛军里 简直是天理不容啊 原来 由半独组成的 叛军战斗力 有些差 倒不是实力的问题 哪个半独 敢拼了老命 和皇孙对抗啊 所以 红礼便觉得很不过瘾 一直在想法子改变呢 可惜 没人乐意 加入叛军的队伍 就是红礼自己 也不愿意 以身作则呀 齐木格想了想 那就不提什么叛军了 就分成红方蓝方 反正是演练 一方进攻 一方防守就是了 朝廷的军队 不还是有防有守的时候吗 所以啊 没有必要去争了 谁进攻谁防守 抓究决定就是了 红神和红风 忙派手叫好 为有这么一个英明的母亲而骄傲 红礼呢 却皱起了眉头 我好不容易才当上元帅的 齐木格亲了口红礼 正一个元帅你都赢了 这次可有两个元帅呢 齐木格还没有鼓励完呢 就听红神说的 还费劲争什么呀 你继续当你的元帅 咱们是正红旗的 就是红方 红颈不是副元帅吗 他家是香白起的 就到白房当元帅了 剩下的再分就是了 红神的提议自然立即得到了红礼的赞同 齐木格也不得不承认 红神比自己会维护自家的权利 晚上等老师回府 就当一个趣事给老师讲的 谁知道老师却说道 得 还真是夫子 齐木格本以为老师会自夸一番的 不想老师却接着说 我今儿啊 也将九哥给得罪了 齐木格张大了嘴巴 有些生气了 上哪找九二个这么好的哥哥去 老师也太不懂得珍惜了吧 于是齐木格冲老师翻了个白眼 懒得多说了 直接叫老师明日拎着礼物 去给九二个道歉 老师说道 也真不是故意的 你哪次是有意的呀 老师本来是想从齐木格处寻求安慰的 见齐木格连事情的经过都不听 就站在了九二个的一边 心中有些吃味 但毕竟自己是错的一方 还是忍住了玉门 拉着齐木格 娓娓道来 原来澳门葡萄牙的代表也到了 老师今天主持召开了三方会谈 洋人最关心的就是口岸和税费的问题 一上来就要求将这个作为首要的体 老师有底气呀 九二个可是熬了好多天的夜 写了厚厚的几十页的字呢 所以笑咪咪的同意了 告诉大伙 那么就照顾照顾客人的情绪 心谈口岸等贸易的事宜 可不想老师今儿啊 没带九二个精心准备的文案 因为九二个对老师这个 连自己府里的财政收入 都不愿意去了解的人 十万个不放心 所以强力的要求 老师好好学习他的建议书 深入领会其中的精神 因此老师便将九二个的文案 带回家了 说是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床后的脑袋是最清醒的 老师回家之后也没有翻过九二个准备的资料 一半时间和老婆孩子玩的 一半时间去研究西藏青海的地图 说是业余时间得满足自己的爱好啊 所以当老师答应了洋人之后 才后知后觉地想了起来 自己不仅不知道九二个写了什么 连稿子都没带 照本宣科也得有本啊 所以老师便提议 今天大伙就研究一下会议日程 明日呢 开始正式的谈判 可这会议议程太好研究了 一会儿的工夫就完了 然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便缠着老师 要求抓紧时间 先将双方贸易方面的要求汇报一下 老师还没有出言反对呢 李帆院的干部为了争表现 赶紧呢 将纸笔拿了出来 准备记录 老师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不过好在虽然葡萄牙人懂汉语 但西班牙人不懂 所以洋人的意见 需要通意来穿一套 给了老师集中生智的时间 也难怪有集中生智一次 果然是一级 智慧就出来了 老师听完了洋人的要求之后 不置可否 巴唧巴唧了嘴巴 告诉对方 他们的要求 都是可以好好考虑的 但是不能大清开放口案吧 得你们开放口案呢 两个洋人表示 他们是自由贸易 所有税费都是一清二楚的 大清商船 想在哪靠案 就在哪靠案 老师悠悠地说道 我们连马六甲海峡都过不去呢 上哪靠你们的案呢 两个洋人 善善地告诉老师 相信老师是了解的 控制马六甲的是荷兰人 和他们无关 老师学洋人耸了耸肩 那你们是怎么通过的 两个洋人表示 他们也是经过了千难万险的 老师才不相信呢 他拉蒙古人下水的商队 出发了两次 两次都在马六甲海峡给拦了回来 本来准备采取一点行动的 但是朝廷的局势 又迫使老师不得不将精力 转移到京师来 所以老师便翘起了二郎腿 告诉洋人 不解决行情的问题 建交贸易都是空谈 我到不了你的地界 你就是在对我搞垄断 搞垄断的还想让我大清给予便利 当大清是傻子啊 老师成功地将议题 转移到了交通垄断上 要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群策群力 帮助大清在大海上畅通无阻 秦木格觉得老师简直是大智慧 而且也没有想明白 这怎么会得罪九二个呀 老师看了眼秦木格 仰天长笑 叹心自己运气太倍了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最后嘚瑟那么一下 而且还是冲着李帆院的人嘚瑟 洋人走了之后 老师得意洋洋地说道 也可不是商人 只看到眼前那么一丁点的利益 这再朝为官 眼光就得放长远 得把控全局 洋人要谈贸易 也就通宵达旦地去想 我怎么着才能让大清获得利益 傻子才这么做呢 被洋人牵着鼻子走 也可丢不起这个人 老师的幻音未落呢 就见九二哥黑着脸 站在了门槛外 我给九哥解释了 说了一大堆的话 九二哥的脸色还是不好看 本来呢 想明儿带着红利去找九二哥的 哪知道这臭小子 又将红张他们也给得罪了 老师闭着眼睛 无比的懊恼 到了十一月 九二哥还是对老师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老师鄙视伤人 九二哥不气 满大清都是这样的 不能奢望老师免俗 老师说傻乎乎的准备稿子 九二哥也不动怒 因为绝对相信老师是无意的 九二哥气得是 自己欧心利血 牺牲睡眠换来的成果 对老师压根就不是自己想的那么重要 不过九二哥更气的是自己 干嘛老师一发话 自己就进入状态当老黄牛啊 因此当成绩不好的红相 拿老师当挡肩牌的时候 九二哥一直压抑的怒火 瞬间爆发了 亲自拿着戒齿 狠狠地打了红相十下 红正没有成功地阻止九二哥施暴 只好下来告诫自己的一帮弟弟 别看师叔在上书房不讨先生喜欢 但是师叔的脑袋够用啊 关键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掉过链子 你们要是学师叔 得学这一点啊 红相抽气地说道 师叔脑袋好使吗 我可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红正说 脑袋不好使 能在吕宋立足啊 笨蛋 这世界上聪明的人许多种 师叔这种老实的聪明人 那才是最聪明的呢 你们慢慢去误去吧 不巧的是 九二哥打完了红相后悔了 红利全班倒数第一 也没见过老师动过家法呀 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红利压根就没有后进生的自卑 走到哪儿都抬头挺凶的 听说在班上还积极地举手发言 因为很少答对 献上懒得点他的名了 红利还是理直气壮的为自己维权 在某天 康熙视察上书房的时候 向康熙投诉 说先生歧视他 当康熙从知悟的老师那儿了解了大概的情况之后 不等康熙发话 红利就说 我不懂才来上书房的 要是全懂了 就应该我当先生了 再说 我要是不说 先生怎么知道 我错在哪儿啊 那架势 哪像是岔生啊 活脱脱的 就像是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的优等生代表 充满了自信 当时九二个不在 跟着一起视察的十四 那也是谁有感触的 告诉八二个和九二个 十个家的孩子 没一个孬种 所以 九二个不想 红向日后成为一个孬种 便准备去鼓励两句 俗话说得好 不是打两下再给个糖吃吗 没想到 却听到红正对老师的评论了 老师的聪明人 这个评语 不由得让九二个深思了起来 是啊 好像挺中狠的 因此 九二个看向老师的眼光 就深邃了起来 这让老师越发的不自在 想不明白 九二个这次怎么气这么久啊 老师这乡正犯愁呢 不想太后的病又急转直下 太医果断地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于是 康熙将办公室搬到了慈宁宫 以就近服事 康熙都这样了 宫里的主位自然就更是 一起床就来慈宁宫报到 直到宫门要下锁才走 而老师一帮皇子 更是每天风雨无阻地去慈宁宫问及 连红利他们红白两军演练都给暂停了 就地改制成了超精大军 而天天进宫刺激的齐木格则是更累了 毕竟又要伺候人 又要问候公公和一大群婆婆 还要负责招呼我 频繁来探病的轴里 这人呢 看着就一天天地瘦下去了 老师瞧着心疼 便建议齐木格还是搬进慈宁宫好了 当然是在他提议 让燕红海棠到城外庄子上散心之后 齐木格看着老师哭笑道 爷 你若是对我一心一意的 燕红海棠在哪儿都不是问题 你若是起了花花肠子 就是将整个的府都弄成了和尚庙 你也一样能去偷到星